哈喽大家好,我是姚文龙 那大家一向来呢,都在电视荧光幕上看到我在拍戏嘛 那现在我的身份呢,有一点点改变 我没有拍戏的时候呢,我是一名厨师啦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就很想开一间餐厅 算是因为我拍戏的量非常大,然后工作也非常忙 那直到去年的时候,就是工作量减少了嘛 后来就找了一个名厨朋友,叫陈志兴师傅的 他是30多年经验的一个大厨师 我就像在讨教,如何煮一个好吃的鸡,鸡肉 他说文龙那么巧,我也想在新山开一间餐厅 可是我开的是泡饭餐厅,然后我里面也有鸡 反而是盐水鸡,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合作 他说我负责厨房,你负责外面的宣传 我们一起合作开一间 Planning的大概五六个月半年左右吧 就在今年的六月,开始正式在这边开始营业 我要开一个餐馆,其实我已经想好了 我一定要亲自自己,我一定要跪嘴 当然我不可能每天煮,但是我一定要溃那一道东西 所以开了过后,我就每天在这里学习了 我们直接可以忙到凌晨12点一点 没有一期面 我煮到手没有力了,完全不知道 而且煮到我手还在那边发抖 一直在那边抖 可是我不能停啊,因为那个丹一直在来 那个时候来我就从此,我就去gym了 要把自己的体力给练回来 这个泡饭的历史是从上海来的 上海说泡饭是他们把那个隔夜 昨天吃剩下的饭菜啊,汤啊 他们就第二天的时候不要浪费 他们就煮了一锅汤 就把那些剩菜啊,全部丢下去 再滚一滚,然后就拿出来吃 然后我的伙伴呢,在十多二十年前吧 从中国回来,就把这一个东西带回来 然后他就加入了很多其他的元素 汤头他用了十多二十种的材料 熬制八个小时,熬出两种不同的汤子 有一个比较清淡的,一个比较浓郁的 炸饭就是把那个饭炸到很脆很脆 所以他们叫做鸳鸯泡饭 就是一个软一个硬 所以在当你喝这个浓郁的汤的时候 在吃到这两种泡饭的时候 你会知道,哎,为什么又吃到软软又吃到硬硬 又吃到软软又吃到硬硬 然后是那个脆脆的感觉 所以就把他整个的这个泡饭的东西给改变了 我们这里最好卖的除了泡饭之外的就是盐水鸡 其实我本身不太吃鸡 但是我们这一个的盐水鸡呢,它是真的很够味的 所以很多顾客很喜欢 还有一个就是炭豆腐 我们也是自己做出来的 然后我们放上那个炭粉 是从日本进来的那个备肠炭 所以我们自己做出来 然后再配上我们的酱料 酱料是咸淡黄酱 还有一个就是树芳 树芳就是里面是一个鱼片 鱼片呢,就包那个辅助皮 把它包在外面 然后拿去炸 然后炸了过后呢,出来 我们会放上我们的芥末啦 那自己做的芥末,然后拿来蘸 也是很好吃 拍戏和做生意是两个事 对嘛 拍戏是讲感情的 会比较用情绪 那做生意会比较用头脑 但是我永远记住的就是 这两样东西永远只有一个东西 就是共同的 那就是那个热情 其实两个都是我逃避的一个地方 当我拍戏拍到很累的时候 我就会说 接下来三四个月我要拿一个假期 我不拍了 因为我的情绪可能用完了 我没有一个idea去创造主持 我要来生活 当我要来生活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但如果我在这边见人见得多的时候 我开始累了 厨房我也煮到我很累了 我就可以去拍戏 我就离开了,逃避了这里 还是拍戏去过我比较个人一点的生活 我去发现我个人的情绪 如果我拍戏那边忙的话 我三五天没有来 我的伴侣就说 很多人找你,你知道吗 他们在Facebook上就写了吗 这个不错,好不错吃 家庭也还好,不会很贵 就是看不到的,很浓 所以有些顾客会被埋怨 你就是这里的活招牌吗 可以这么说 当然这也是我们开这个店 之前的一个使命在这里 就是recipe 煮饭东西煮得好不好吃 靠我的另外一个方法 那外面的宣传 就靠我这个所谓的活招牌 在这边遭风雨雨了 那希望新加坡的观众朋友 有时间 不要怕塞车 来到这边吃一点 我做的泡饭好不好 那我们这里是每天营业的 早上11点到凌晨12点 每个小时都在开车的 中间也没休息了 希望到时候有缘和大家相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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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